What's your path to do? 這個...這個我...我... 等等你就給自己就可以齁 那我們自然就好 好... 今天所有東西我們都不會外流 我們當時就只是做個調查包包 我們就等下看 我教書其實也...蠻多年 其實我也在感嘆 現在學生的數值一年都不如一年 耍一些小聰明啦 你說這些小聰明喔 用在讀書上該有多好 又貧 又難管 還會頂準 為什麼上課不能安靜? 安靜! 講話站起來 我教過的班就你們最調皮! 為什麼你們都講不聽啊? 我沒遇過這麼皮的學生欸 全年級就你們最糟! 我教書那麼多年 第一次遇到像你這麼難教的 你們一有時間就在那邊講話! 我無法想像台灣未來會交在你們手上 我現在看到你們學生的數值齁 我真的很心痛啊 同學不要睡著了 台灣以後都靠你們了 誰在講話 舉手啊 我讓你講啊 來 我想要射手 看到沒有? 舉手我就讓你講 下課帶去 來我們幫他下一頁 阿淨 回家 阿淨 現在同學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就以前我們那個時代 我們不敢對老師有任何表情欸 不敢跟老師講什麼理由 都不敢欸 時代不一樣 打罵 打罵教育啦 以前我們當學生的時候壓力不知道有多大 Come on 你們現在都很幸福了好不好 哪像我們以前對不對 Yeah 你們知道我們以前怎麼樣嗎? 我不講你們都不知道你們現在過得多好 我們以前當學生的時候哪有你們那麼好命啊 你們現在讀書都是來交朋友的 你們現在讀書都帶iPhone啦 我們以前讀書都愛愛叫喔 我也不想唠叨啊 怎麼會想要當一個就是一直每天罵你面裡的老師咧 那這些學生真的是太皮了 不然真的太鬆散了 他們學生太鬆散了 輕鬆當隨便 我也喜歡每天開開心心的大家當朋友啊 自己小孩不會教 丟給我們老師就好啦 那我們的壓力要丟給誰啊 丟給你嗎 丟給你 而不是我生的 可是有些學生齁 你真的不給他一點顏色齁 他真的會開啟懶房來喔 你們是年紀喔 做三件事要做 讀書讀書再讀書 來啊大家一起耗啊 反正我有的是時間 反正是拖到你們下課時間啊 反正時間是你們的啊 題目不會要問啊 不然嘴巴伸來幹嘛的 我就等你們安靜啊 這個字我教幾次了 你這什麼爛理喔 哪那麼多藉口 星期二交到星期二講 給我討好星期二 再沒有站姿啊 你們這種態度 以後出去要怎麼找工作 罵你們我也會累啊 罵你們我會折瘦啊 發脾氣我也會老啊 這個我講過幾萬遍了耶 這年紀要談什麼戀愛啊 展榮很愛講是不是 上來 唱一首歌也全班聽 體力太多嘛 過動 我就讓你做交互蹲調 坐 1542年葡萄牙人在航海日本跳高 哇你那麼愛現了 我給你時間上來表現 上來 剛剛不是很厲害 很會轉 誰在笑 舉手誰在笑 來出來 講給我聽 到底有什麼這麼好笑 最好讓我笑到給你 來自我就來 香蕉跳樓拆一個水果 蘋果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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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子 不好笑 發散 雞豬 等一下齁 再給我一分鐘齁 一分鐘就好了 來 先不下課齁 我教課是喜歡講人生的道理 讓他們在故事當中去體會一下人生的經歷 最大的財富是健康的身體 從無知到被肯定 不求最好 只求問心無愧 天將將大任於四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勞其筋骨 學習就是要有壓力 沒有壓力沒有學習 我個人是上課都盡量讓大家開心 有些學生你沒給他壓力齁 他不知道自己的潛能在哪裡 因為我覺得上課壓力這麼大幹嘛 其實我們老師會比較 說哪一個帶的比較好 像是其他老師都會講說什麼 我考卷出的太簡單 我曾經遇過出太鬆 真的出去跟人家沒辦法比 欸 我有一次出太難了 然後隔壁校的來問我說怎麼出題 欸 請教我呢 我是覺得沒差啦 我真的覺得沒什麼 我很清楚知道我自己在做什麼 我帶的每一班每一屆都是模範生 我跟你說我就是不喜歡輸的感覺 OK 這題錯了舉手 我這已經是受分題了耶 果然被我陷阱題騙到了吧 這題這麼簡單還會錯 這題會錯齁 連三歲小孩的智商都不如啊 來啦 錯這題了全部去面壁 這題錯了舉手 一位 不可能 我下去看 我在課堂上會講一些我自己的生活啊 所以我老公啊 我小孩 我都很樂意跟他們分享 他們也可以學習到 以後親子之間家庭啊 要怎麼樣的去融合啊 然後我這個禮拜六 就去那個嘉南平原那邊 他那邊有一樣的羊乳 這樣直接擠來 一杯五十塊錢 我喝了三杯 真的是一杯 才這麼小杯五十塊錢 我喝三杯啦 我老公他好像喝兩杯吧 而且那個環境你知道 畢律暗然 我喜歡透過生活 有趣的方式 去跟學生表來一些人生的大道理 給他們就是局一反三 你說一輩子讀史書 attitude不對 以後出社會一樣大耶 我看到這個新聞 我就非常的難過 I feel so sad 我們讀了一輩子的史書 為了一個Diploma 我們為了保險 insurance 我們殘害自己的家兒 結果 我們連最基本的孝順都做不到 我們這樣對得起 我們自己的parents嗎 我是覺得我們沒那麼誇張啊 我們都是盡心盡力在教學 模仿這樣子也覺得 你們有時候真的要怎麼聽到 要學生看都會知道 我覺得還要拿給校長 罵他們齁 也是一種創作的耶 我們是要想一些新的 裡面都演這樣 對啊 要不要想一句心梗啊 我們要罵了創意 又要填馬行空 又要搞笑 有時候我回來自己聽聽喔 我覺得剛才還滿毒的 還滿好笑的 不想讀書喔 就牽制願意啊 你們在擺爛啊 像你快只會呼吸吐氣的肉 再不讀書啊 你們這些毒瘤 現在不努力 未來就會是一個不定時炸彈 再費啊 我們等考一百分的時候再來嘴 老師背後有長眼睛 我真不知道你們是眉長哪隻 還是腦子長眉 考這個成績 你人生直接GG啊 沒有考老師投給你 天啊 我會生氣膠原蛋白就會流失 被你們搞得我每天做都要副臉 你們聽得懂中文吧 還是要法文 帥哥 拜託一下 看我這裡好不好 老師演證啊 弟弟 老師不是收音機耶 Will that be okay? Is that alright? 這位天才 年輕耶 小帥弟 忘記帶課本 阿放會不會忘了吃啊 阿昨天打樓怎麼不會忘記 煞氣的尾嘛 那你屁股怎麼不會忘記擦啊 那你放學會不會忘記回家的路啊 那你頭怎麼不會忘記帶啊 是齁 那你衣服怎麼不會忘記穿 我在走廊都可以聽到你們的聲音 我在樓梯都可以聽到你們的聲音 我在樓下都可以聽到你們的聲音 我在辦公室都可以聽到你們的聲音 我在那校門口都可以清清楚楚聽到你們的聲音 我剛剛在坐捷運來路上要聽到你們的聲音了 隔壁蜘蛛餐阿姨都因為你們的聲音 沒辦法專心炒菜 你們的聲音大到連舊物色的聲音都可以蓋過去 有時候我們講一些話齁 大家我知道也很不想聽啊 也一直翻白眼啊 會覺得我們講這些橙槍爛調啊 忠言逆耳啦 聽都聽不下去啦 不要這樣好不好 懲罰你們我心裡會痛 我不在意你們的聲音 你們人生是自己的 我對待你們就像對待我的子女一樣耶 你們以為我很想罵你們啊 我知道你們現在會覺得煩 但以後不要哭著回來找老師 你們烤一百分我的薪水不會增加耶 我們只想激勵大家啊 難不成我要直接對著學生講說 喔因為我心情不好我在宣洩 我懲罰你我覺得很開心很爽這樣嗎 對不起我以為你在開玩笑 嗨大家好我們是鄭士忍 看我們的影片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可以追蹤我們的臉書 然後訂閱我們的三個頻道 那也可以追蹤我們的美拍IG 還有我們個人的粉絲團 跟個人的IG 然後如果還有這麼一點點時間 有空的話 微博也可以追蹤 那如果還有這麼一點點 一點點的時間 就是還剛好那麼有空 有空嗎 是真的 我們再多一點點 晚上睡不早 很閒 再一點 不想到書店滿我們的心思 沒錯 這全的第一本書 現在有大人喔 還滿便宜 耶